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很明显 就平常在互动过程当中 我跟他并不是亲近的 但是我有些朋友跟他 跟他们是两三代的交情 事情发生之后我也请教他们 他们也很老实讲 第一个 大家说他们家是什么派系等等 其实那个派系早就示威到 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了 第二个就是说林医师跟他们家里面 其实平常跟这朋友在互动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是有一点家庭背景的 一互动就知道你们家里面 其实已经是不行了 就说秋桃不是一种真夸 就是基本上其实已经是很棒 再加上平常朋友有时候 就请林医师帮忙 林医师很干净 就说不管是亲书员 你请他帮忙 你即使要送个酒给他 他都不收 所以会惊讶的 不会只是我 我这种跟他有距离的人 其实跟他比较亲近的人 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惊讶 但是根据我去了解之后 因为他们家里面其实财务大权 都在妈妈的手上 那因为林医师 然后妈妈是二绑 那当然有一些家里的事情我不好讲 就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妈妈其实掌控了整个财务大权 那林先宝其实就是不管钱 甚至不管是已经非常非常久了 那林医师其实跟妈妈之间的互动 我不知道很多 我没有多讲什么 我只听说其实几乎都是 妈妈在安排家里 工作的事情 林医师如果当秘书长 当什么东西 当林医师去handle 但是回到家里面 家里面的财务上的大小事情 其实林医师在家里面 都没有什么发言权 都是他妈妈那边 那这些钱 包括彭爱家的钱 我的了解是 妈妈就是直接交给彭爱家说 你去开个保险箱把它存起来 彭爱家根本连问都不敢问 因为他们平常 其实他们夫妻两个都在台北 只有什么时候会回去 跟妈妈会见面 只有偶尔周末要回去 地方上面毕竟名义代表出生 地方上面有事情 他们就回去 那那个时候才会跟妈妈 或者跟爸爸会有些互动 平常都是在台北 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想 林医师我想现在不用 不是说我们觉得他聪明或笨 我想他自己现在一定 懊恼的要死 就是我都已经到今天这个位置了 是啊 而且老实说 你要马英九他这样的个性的人 我想要马英九这样的个性的人 相信一个名义代表出生的人 可以被重用是很难的 嗯 马英九在从政这么久 特别你看他他已经执政四年的时间 他们有没有拉拔过 从民意系统出来的人 第一次把林医师放到那个位置上面 一枪毙命 所以林医师出事之后 所有的立法委员都知道说我们完了 统统没机会了 马英九他们好不容易用了一个林医师 以为他们已经最可以相信了 选举的时候都坐到摩托车 后面跟他一起去拉票 看起来很mudge了 结果都还出问题 如果连林医师都出问题 你可以想见马英九 或者说这样子 国民党的政治集团 未来要把民意代表拉进来 摆到行政系统 他一定会更忌惮 所以这件事情 林医师当然付出了代价 这不用讲 今天不管其他人的事情如何 林医师在这件事情当中 只有轻罪跟重罪的问题 是跑不掉的 林医师政治生命是已经完了 但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 对蓝军的政治文化 跟他的一个人才增博的管道 未来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这当然是接下来大家 也可以来关注的一个指标 但是我们就看到 刚刚向隆告诉大家了 这所谓立法委员系统出身 只有一个林医师进入到中央 这是在马英九主政底下 大家看到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说我们周边 已经入出去 从2008年就闻到 马总统对于林医师 算是特别特别的提拔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年期 而且重点他在台湾人本土 而且在南部 这个算是国民党 在整个地方势力上面 经营上最弱的一环 于是选中了林医师 但现在让大家非常非常失望 我们来看看林医师这几年是如何的一个政治 是试图扶摇直上 但是为什么就在这一关他过不了 他是第六七 四五六七届立法委员 很早就已经出道 因为爸爸林仙保子当年的凤山市长 这个是政治世家 那么学历也不错 虽然不是博士 台北医学院牙医系毕业 那中山大学的高阶公共行政硕士 也是个硕士 学历也不差 立法委员之后呢 担任过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 担任过中国国民党青年团的总团长 然后接下来 哇晋升2006年 变为国民党的副主席了 这么年轻担任副主席 然后还是中央政治会的执行长 再来达到今年的二月份 由陈冲组阁之后 正式成为秘书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仕图 在这个特别是在2006年 08年之后的一个爬升 非常之快速 因为马总统清点了他 那么来看到 那么太太彭艾佳的部分 当然也是个高级的高知识分子 来文化大学劳工系毕业之后 在英国拿了一个硕士 长期在电视台担任了 记者主播主持人跟制作人 来看到这么样的一个 发展前途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那刘大哥 就你观察这么久 任何和整个一个新闻界 还有政局的一个脉动 所以我们刚才问到说 如果如湘龙讲 本来他算是被认为 是个洁身自爱的人 但在这个时刻 可以截跌这么一大交 问题会出在哪里 还是真的是高居秘书长了 哇 什么都不怕 所以你刚说李律师 他是聪明还是笨 我是觉得他是 也不能讲聪明 他认为他不会出事 他认为以他的权势 来压你的陈启祥 你陈启祥有求于我 我给你拿 又不是说超出你的能力 是你愿意送的 但是他后面 后面是有一点益气的成分 你想把我撇掉 所以又找人去 叫他一定的出来谈 所以李律师他其实 我跟他见过一次面 我觉得他有一点 豪猛的味道 有点江湖的味道在里面 他觉得说 我帮你忙 照片照片 我都照来旅行了 那你竟然 我没有当选 就想把我撇掉 我觉得他有这个味道 所以后面 他只要后面那笔钱 不强求的话 他是没事的 后面就走进去 他就去过了 他的林律师 他如果这一次不出事的话 形象我觉得是不错的 年轻很多人不认为他是很 他烘片还不是很差 是出了事 大家还知道说 你要钱要得这么狠 原来你的嘴脸是这个样子 是出了事才晓得嘛 原来谁晓得 我不相信郑怡鵬那时候 在立法院 会觉得林律师 烘片很差 立法院比他烘片差了很多嘛 对不对 但是 但是他们 他们 不会说那么 扣谁 硬要 他是这样出事的 那你说 既然到底 以后 我觉得林律师 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例子 前途看张的 竟然漏掉这不田地 而且 只有他 林律师 他这个案子 跟那个 很多绿营人 释放就是说 竟然找不到 你们一连串的 这个组织犯罪 往上也没有发展 往旁边也没有发展 我认为林律师 他即使 没有独吞的话 以他的个性 就算 下面拜托人家 做事 有分给钱 他也不会讲出来 所以还是 完全的都在他脑瓜子里头 不讲就是不讲 所以说呢 在这个起诉书当中 当然有点到 目前的查证结果就是如此 整个所谓的收费的人 就是他一个人 还有其他人行贿出去嘛 目前告诉大家 是没有的 这是现在特政组起诉书 里头的一个内容 但是看到这 马总统该不该很失望呢 刚才已经讲清楚 他为什么会选上林律师 那林律师表现之前 应该有一定有一些 相关程度的一个考证 要来清查他的家庭状况嘛 才能信任这个人 能不能来到行政院 当任秘书长的工作 结果呢 才没做几个月 完全让大家 这个是全部眼镜 跌到地上去 全部都摔破掉 但是我们看到 马总统在这方面 我们应该怎么来解释呢 麻吉的形象 大家都来看过了 所以运鹏 对于南部的状况 还是多对于 到底哪些人 是可堪来禁用的 马总统有这么多的系统 可以去查核他的背景 但最后还是出事 所以这个出事 问题会是出在 哪个癥结点呢 实在太相信 所以后来上来之后 没在怕 但其实事情发生 是在当任立委的时候 不是在当时秘书长 还没拿到而已 对对对 不是只有在秘书长而已 可见他在当任立委 的一个后期 就已经开始有 这样的行为出现 但是总统我们不知道 我先讲一下 林医师在那个录音带里面 的表现就是说 他很老练 再加上我一直在怀疑 就是说 你第一次拿就好了 跟查核这件 就开出六千三 那个行情哪里来的 我是说 就说连料符本那样的 那样的习惯 没有一件案子 超过这个数字 甚至三八万五百万 就关到死了 看案子 对不对 就说 林医师他如何 就说 你怎么可能第一次 这件你就拿六千三 除非说陈吉祥很爱给 我就给你六千三 这样 有这种商人吗 大家都为了赚钱 这很怪 完全不合理 所以我们才会有 那么多的质疑说 怎么会这样 对不对 就是你只办到这里 只到这里为止吗 那所以林先保 跟其他的那些 中间人 拿一千万那些 无门中间 我们都认为都应该追下去 这是财产不明罪的精神所在 那再来说 马总统会不会失望 我觉得有两个 第一个 我认为国民党有好立委 那马总统就说 你怎么敢去选一个 因为风平好坏 不要问自己亲信 不要问同党 你问对手就知道了 或者问他们 派系里面竞争的 你问一下就知道了 那马总统你没有调查的话 那是你的失职 对不对 因为你这么重用它 那么多年 那第二个部分说 还是说马总统会认为说 我用了国民党的立委 他所有人都是这样 这我不晓得了 这我不晓得 说国民党你亲差 迎接离物 过去也有 他也内阁里面也有委员 对 也有是南部的 到后来他也都不重用了 但是我还是坚持说 内阁制的精神 有民意代表的背景里面 在当政务官 对台湾的政治 跟政策法是好的 他们才押住立法院 然后他们才会有那种民意的感受 这是马总统的盲点 不能够因为林医师案 而因业废实 我还是提醒马总统说 用人不是因为林医师 就一杆子打翻船人 这一点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的 当然马总统自己 在用人的部分 自有一套的一个标准 不管大家觉得是博士派 还是说对地方派系 完全不碰 但这也碰了一下之后 发现来自于南部的 请民意之心的立委 结果最后还是 没有办法能够符合他最高标准 而且是最基础的要求 就是连结这一部分 那么伤心难过嘛 不晓得 其实在事发当时 或许大家还记得吗 七位底的时候 马总统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林医师是谁推荐的 这个问题不在他身上吗 我们待会回来